SUB 我讲过了 SUB其实对应到的就是按钮 OK 那按钮按下去它就自动全部完整 像那个录制聚集 其实录下来的也是SUB 那你自己写的也是SUB 不过有的时候为什么要自己写 为什么要录制 其实录制主要目的是说 如果你程式不会写 你可以暂时利用录制聚集 帮你产生这个程式 不过它产生的程式 也是帮你把滑鼠键盘的动作记下来 所以那个部分的话 你一定要彩排最好加注解 不然的话你之后 你录了什么程式你根本不知道 还有呢它录下来程式 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写回圈三行就搞定 但是它录下有时候录了 10行20行都有可能录了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 所以录制聚集有时候只是一个什么 阶段性的暂时性的 我觉得永久性还是要把VBA写好 OK 那怎么写 我想我们前面都有局 至少也有举了两个例子 手机的那个范例 跟那个刮狐字串范例 有没有 所以回去的话 至少你要把这两个范例熟悉 那151这个范例 又多增加了一个逻辑判断 因为我们在 那个函数里面也用到ifl if就是逻辑 如果l就错误 意思说如果 它产生的结果有错误的话 那你要怎么做呢 你可以把它错误变成没有 没有就是两个双引号 OK 这个应该有印象 如果你 还是 有些地方细节 有点 遗漏的话 我强烈建议你回去一定要再花时间 像这种东西 你真的要学 学好学会 而且能够在工作上 能够用的非常的 这个靈活的话 你不熟 就真的 你根本用不出来 所以很多同学之前 也有前几期同学问我 老师为什么我学了 还是 一直不知道该怎么用 我说你回去有复习吗 他说 好像没有 那 即便你学完了 我觉得你不熟 不熟你就不知道怎么用 OK 所以一定还是要 不过你不可能马上熟 怎么办 没关系 至少我在云端上面 云端白板 OK 那上个礼拜的一百五十一的答案 都在上面 你再怎么样 至少你把它复制贴上 你总会吧 OK 你不要连复制贴上的能力都没有 那我说真的你怎么用 OK 所以之前有同学 回去会 会 之后的话 他 说他用的最多的 还是没办法从头到尾写 不过他至少会贴 我说你会贴 至少你已经进入了状况了 OK 而且他贴对地方 可以知道贴哪里 贴到那个module 你至少你要找到VBA 对不对 然后把模组加进来 把这个贴上去 然后至少你可以把它当范本吧 范本就改一下 OK 其实那个贴回圈 基本上意思是说 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你可以稍微改一下 OK 你不要说每次都饿 也许你从你要做事情的那个列开始 到最下面一列 OK 你大概稍微参照一下吧 那以后多让几边慢慢你也许就熟了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有就是丢公司的方式 那公司怎么丢 我前面讲过 你把你做好的公司贴上来 贴到那个双引号里面 然后有两个重点 一个如果有 里面有双引号 你就取代成两个 有没有 你会看到这边 这里面一定是一个都变两个 另外的话呢 还有啊 里面如果有什么 本来A2嘛 然后这边有很多A2 A2的话就放一个R1在 在那个自串的中间 那为了要切开来 所以前后一定要有一个双引号 然后串一个东西里面放个I 那这个是固定规则 OK 所以慢慢你习惯之后 大体上也都差不多 以后呢 如果你要用SUB 去直接执行你的 以前写过的公式 就这一招 非常好用 那清除的话呢 非常简单 里面就不要放任何东西 有没有 其实跟上面哪里不一样 就是这个里面是有放公式 这个是里面没有放任何东西 那就清楚了 OK 那所以你回去的话 再反复练习 然后最后的话做按钮 反正你做久了 就真的这做几遍之后 这应该也没什么 而且之后我们 练习里面 就一定会用到这些东西 只是说慢慢慢慢 我会再让这个程式变得 稍微更复杂一点点 慢慢慢慢往上增加 不会就一下子就写很复杂的东西 那坊间的书籍 你看那个VBA书 随便一本 哇 因为写的压队VBA 你可能要自己 光要切入你都是有问题的 OK 所以我的重点是摆在 教你怎么样把程式写出来 用什么方法 用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我已经咀嚼消化过了 我已经想过 哪个方法最简单 直接告诉你最简单就好了 好 如果你还有觉得有更简单的方法 欢迎各位再告诉我 OK 你也许没有告诉我 或者你在那个 那个YouTube影片下方都可以留言 OK 那我欢迎各位有问题 直接跟我互动一下吧 反正像这种东西 你如果没有问题 表示你回去都没有 没有问题表示你回去 都没有重做过 你马上做你马上就有问题 我发现很多东西一做就有问题 我最怕说你又很害怕去做 很害怕练习 那你又更学不会 那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好 所以自己完成吧 自己加把劲 影片都在这边 回去自己看一下 那 其实各位回去看的状况不是很好 因为我这边观看次数 次数 不是很赏光 所以回去 加加油吧 OK 因为我说真的 这东西你要真的学会 绝对不是说 你上 这个三个小 三个多小时 你回去 自然就会了 应该我觉得 除非你是天才 不然的话 这个事情应该 基本上不太会发生 OK 所以回去请各位多多练义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逻辑函数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直接跳到逻辑 那逻辑 当然顾名思义嘛 就是判断 判断什么呢 来判断到底要输出 他会有个输入值 他会有个输出值 反正你中间 以前是利用你自己 你的眼睛跟你的脑袋去做判断 但是现在这件事情 你可以配合个回圈 好 再做逻辑判断 就自动全部帮你判断完毕了 OK 也就是说你以后再也不需要用你的眼睛去判断 OK 那这样是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如果说你懂的回圈加逻辑判断 在工作上的效率提升就已经非常显著了 因为你每天都在做一些重复性的事情 你就靠一个回圈 判断就交给那个逻辑 那逻辑里面其实基本上我就讲最重要的 就是你只要至少知道什么 如果单一重逻辑跟两重逻辑跟多重逻辑 那你需要怎么去写这个逻辑判断 那函数怎么用 VBA怎么用 OK 然后我会就是按部就班的跟各位讲 其实不是那么复杂 但是你一定要熟练 也就是你看到什么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写 而且不能写错 这个我觉得才是最重要 因为我觉得我会用的顺势 因为我写来写去都不太会发生错误 而且我有固定的写法 OK 那你如果都不写错 你会发现写起来还蛮愉快的 OK 因为就照着反正就有点像 我今天想要做什么 然后我被input 然后我就把它翻译出来 变一套程式 然后呢 电脑就自动全部帮我完成了 其实还蛮好玩的一件事情 OK 那你会发现身边 现在会越来越多的小心 微型的装饰上面都是电脑 哪怕是一个摄影机 有没有像这家什么海康威视 什么入侵什么 其实一个镜头里面就是有一个微型的电脑 那里面都可以写程式在里面做控制 所以身边任何 哪怕是一个小家电脑 以后都可以程式化 所以以后呢 你要让那个东西自动 去帮你做什么事情的话 那你还是需要跟他沟通 那沟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写程式 但我们不要扯那么远 如果你要跟一次有沟通的话 你一定要把VBA学好 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第一道 第一个问题就是逻辑函数里面 请各位帮我判断 判断什么 他到底及不及格 那及不及格的话 当然平均的成绩 如果他这个是60分以上的话 那就合格 反之就不合 不过这样太简单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超函数的时候呢 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逻辑里面的一幅 那一幅什么呢 下来就是三个东西 逻辑有没有logitech 他的逻辑判断条件在哪 这个东西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那我就让他是输出合格 有没有 true的时候 value if true 如果是true的话 那我就输出合格 反之的话就是不合格 那第一道就完成 不过这个有点太简单了 合格不合格 那这边的话我把它复制贴过来 不过你会发现 他输出一定是个文字 所以你会发现他蛮贴心 自动帮你加前后双银号 那这边 也会自动帮你加双银号 不过有一些函数没有那么贴心 应该要输出的是文字 但是有些函数不会自动帮你加 你一定要自己加 尤其是像什么 他前面如果有关键叫tester tester的话 有没有 像之前有个tester函数 他第二个参数叫formentester 那你前后一定要加双银号 如果少了双银号 你输出就错误 OK这个可能是要慢慢习惯 按确定之后的话向下填满 好那这样的话合格不合格很简单 所以这种逻辑判断是最常见的 就是两重 true跟forse true跟forse 两重 那如果说多重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多一个栏位好了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如果今天要做多重判断 那多重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说合格不合格 我今天希望针对成绩 给我A B C D 好了 A的话就是80分 超函80是A 那如果是B的话 就是70到80 C就是60到70 D的话就不及格 那如果我要做多重判断的话 那当然一样 第一个我一样插入函数用if 那不过if的话 你会发现逻辑 这边的话 其实就只能判断true跟forse 那可是 顶多是什么A跟B好了 那C跟D怎么办 不行 所以其实 在if里面 特别是可以做 潮状的if 意思就是可以在if里面 再加入if if里面再加入if 所以 接下来多重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 如果这个乘七 假如大于等于 这个80分的话 我们可以先从上面往下 那他应该就是A 剩下来的话有B C D 可是问题我们不可能在这 那特别是要 那你可以在这边直接再打个一幅 瓜糊 不过我觉得这个方法 比较不可以容易打错 我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呢 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游标放这边的时候 你还可以再跳一个一幅 特别是要在这里面再加 那怎么加记得哦 习惯上不要再插入函数 而是到前面有个下拉清单 去找到这个一幅 那这个一幅的话呢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什么 把这个一幅 带到这边 帮你再产生 第二次的逻辑判断 那这个叫潮状 OK吗 四个字 这边点一下if OK 你会发现哦 他自动在这边帮你加了 那其实逻辑人讲 再来就B 这个条件 大于 等于 70 那就是B OK 那 4E的话跟D怎么办 一样嘛 再点一下嘛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重 还要一直点 一直点 然后呢 你就可以一直判断下去 好 那印象中好像最多 在这个函数里面最多是7 7成 不过好像印象中比较少这样用 好 OK 不然的话用VBA 所以待会我们会跟各位讲一下 在Excel里面是这样用 然后在VBA里面怎么用 一样哦 在这边点一下 对吧 点一下 然后再点这边 OK 那一样 这个成绩什么 大于等于 60 那就是C 剩下来的话呢 那就是D了 有没有 OK 好 那一样哦 你会看到他很贴心 会自动加创以后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向下填满 嗯 基本上的话 哎 应该是正确的 OK 不过呢 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是利用那个函数来做啦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的嘛 一样哦 就是VBA 那VBA怎么做 哎 旁边也许吧 增加个按钮 按下他之后的话呢 他自动帮我在 在这旁边 也许我们就是在 旁边这边列写 这个再一个VBA来 OK 然后你可以这边多两个按钮吧 哦 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丢公式啦 不过丢公式前面做过很多次的 也许你自己练习看 然后呢 还有什么 清除 哎 所以哦 请各位练习一下 丢公式这个前面都讲过 我刚讲讲过 就上个礼拜跟上个礼拜都有提到 按下他 他自动怎么样 也许把这个公式再放到这边来 啊一个是清除哦 等于是复习上个礼拜的东西 不过呢最后呢 我跟各位讲过了 当然你不能只是只会丢公式 你还要能够真的在VBA里面写逻辑判断 OK 所以待会呢 会有三个按钮 然后呢 再来就制定函数 如果我今天希望多增加一个叫成绩函数 那这个成绩函数就是 他会跳一个视窗跟你要什么 要平均成绩 那你给他平均成绩 他给你ABCD好 或者是合格不合格 直接就一个一个制定的方权 怎么做 请各位试试看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部分的话呢 等于就是 有点是复习之前的 然后并且再加一点东西 就是逻辑判断 所以今天的主要的那个重点 就是会在那个 我们的无论是函数 无论是VBA里面 再多增加那个逻辑的判断 OK 那逻辑判断在 工作里面非常重要 因为以前本来是你要用你的眼睛加 你的 这个脑袋去判断说到底是 对还是不对 那现在的话就是交给那个 这个ECL 去帮你做判断 OK 如果再配合一个回圈的话 他可以做连续的 大范围资料判断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 试着把我刚刚讲的部分 现在 今天是第二个单元 逻辑函数